2023全國運動會進入倒數 一週有不少民眾都在臺南街頭 發現巨大的宣傳看板 台南外的宣傳賽事 特別邀請跆拳道舉重 等代表臺南參賽的運動選手 拍攝了形象照 搭配真有勇氣 臺南人等巧妙的弦音梗 邀請民眾一起關注全運會 一面面巨大的看板 現身臺南市區 搭配充滿動態感的照片 以及醒目的桃紅文字 吸引民眾目光 原來是臺南為了推廣 即將到來的全國運動會 特別邀請在地選手 以及宣傳大使懶懶拍攝形象照 臺南市長黃偉哲也越上看板 與選手趣味互動大玩諧音梗 我覺得還不錯 設計的還不錯 就是還滿緊接有力的 真有勇氣 真的有勇氣 因為很大地方 要顏色 白色配紅色 因為搬在在地 然後他的標題夠吸引人 因為真有勇氣 血有意思 會想要瞭解一下 會發 可能會因為這張圖片發現 這個活動在臺南 感覺會比較 就會好奇他 是在幹什麼東西 會想要參與這樣子 2023全國運動會 即將在10月21到26號 臺南登場 而巨大宣傳看板 現身在城市各個角落 透過充滿張力的照片 與巧妙的文字 緩和緊張的比賽氣氛 民眾相約走訪臺南的同時 不妨打卡蒐集有趣的宣傳看板 關注全運會賽事 為喜愛的選手加油打氣 臺南南 來臺南 一起來為全運會選手加油 記者東可報導 今晚我們下課勞 記者東可報導 大宣傳看板 中共國人民賺民 我願見 中共國民賺民 中共國民賺民 中共國民賺民